师父说,你不是父母的续集,不是子女的前传,更不是朋友的番外篇,所以你不妨大胆点生活,不要因为没有掌声就丢掉梦想,也不要因为看不清前路就轻言放弃。 相信自己,总有一天,光会为你而来。 我庆幸,无论生活如何待我,我始终秉持着善意,不以伤害别人为目的,也从不拿别人的真心当充满。 谁对我好,我就对谁好,我不是最快乐的,但我心安无愧。 有人理解,是我知性,无人理解,胆定独行。 师父说,不要再去纠结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和烂掉的关系,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,要和不值得的事物及时说再见。 人生总会有遗憾,因为无能为力,所以要学会释怀。 因为无法改变,所以要学会随缘。 师父说,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。 生活的窘迫,工作的失忆,爱的彷徨不可终日。 挺过来的,人生就会豁然开朗。 挺不过来的,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与它们握手言和。 所以不必害怕,日生月落,总有黎明。 师父说,不和别人较真,因为不值得。 不和自己较真,因为伤不起。 不和往事较真,因为回不去。 人生无非就是尽力做事,尽心做人。 失之淡然,争其必然,顺其自然。 如此就好。 师父说,宁可在好人堆里,活得不起眼,也不在坏人堆里,活得太显眼。 宁可吃一亏,长一切,也不贪小便宜,把人骗。 宁可挨点累,受点苦,也不处心积虑,把人算。 有话直来直去,做人坦坦荡荡,虽然算不上优秀,但起码善良不虚伪。 师父说,我们之所以活得累,是因为放不下架子,撕不开面子,解不开心结。 除了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,还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 其实想开了,世界上的一切问题,都能用不管你是和不管我是来回答。 事不关己,莫多管,话不投机,莫多言。 师父说,有些言语,只是别人的闲言碎语,不必当成礼物收了。 有些心情,只是自己的情绪感冒了,不必当成大病,折腾自己。 做人不要太敏感冒了,想太多,伤到的反而是自己。 很多事情,不过是听的人记住了,说的人早忘了。 师父说,人总要咽下一些委屈,然后一字不提地擦干眼泪,往前走。 不攀比,不迎合,不将就,不找任何人倾诉。 毕竟快乐分享错了人,就成了写白,难过分享错了人,就成了笑话。 把期待降低,把依赖变少,才会过得更好。 师父说,其实人这一辈子,走走停停,不生病,没灾祸,得温饱,便是福。 如果还能赚点小钱,有一个灵魂伴侣,一起买菜做饭,这便是天大的福分。 师父说,做人,人品为先,才能为次。 做事,明理为先,勤奋为次。 生安不如心安,无宽不如心快。 人生没有幸不幸福,只有知不知足。 温宝无虑,就是幸事。 无病无灾,就是福泽。 师父说,背不动的,要放下。 伤不起的,要看淡。 想不通的,可以不想。 恨不过的,要抚平。 来者要吸,去者要放。 不要和往事过不去,因为它已经过去。 不要和现实过不去,因为你还要过下去。 师父说,与人相处,要给真心。 与人交往,别玩心机。 你对人好,人也会对你好。 你伤人心,人也会喊你心。 人与人之间,就是你投之以逃,我保之以礼。 学会尊重,懂得付出,才能拥有他人的看重。 师父说,做人,既要懂得示弱,更要懂得示强。 任何一种礼貌,都是有限度的。 菩萨行长和狮子的力量,两者缺一不可。 既要有不伤人的教养,也要有不悲伤的气场。 若没人护你周全,就请你善良钟,带点风芒。 师父说,过于在意的东西,永远都在琢磨你。 好听的话别当真,难听的话别走心。 不要为了一个睡得很香的人而失眠,也不要为了一条没有回复的消息难过。 离开的,目送就好,还在的,珍惜就好。 师父说,你的好别人记不住,你的错别人会无限放弹。 所以,别人说你坏话时,别伤心。 在不喜欢你的人眼里,你做得再好也没用。 别人指责你是,别难过。 在不懂你的人眼里,你再努力也是错。 没有人可以消耗你,除非你愿意。 师父说,不要逼迫别人说真话,因为他的行为就是答案。 你接受就继续,不接受就离开。 不高攀,也不要委屈求全。 人和人之间,没有谁离不开谁,只有谁不珍惜谁。 师父说,有些人可以期待,但不可以依赖。 天上下雨,地上滑,自己摔挡,自己爬。 自己能扛的,就不要生长。 生活万般苦,唯有自己度。 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, 谁都靠不住,除非你有用。 师父说,真心给错了人,受伤的总是自己。 所谓的值得,回头一看,全是活该。 所以,一定要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。 觉得累了,就躲远点。 三观不合的人,不必请进生命里来供着。 取悉别人,不如修行自己。 宁愿高傲的孤独,也不违心地将就。 师父说,有人伤害了你,不要轻易原谅。 因为让你成长的,从来不是那些伤害, 而是你的反思和坚强。 面对曾经的伤痛,没必要逼自己去释怀。 面对别人的歉意,也没必要强装大度选择原谅。 我们唯一能做的,唯有心怀善意,不去伤害别人。